搜索中国狠人,揭秘大内幕,欢迎来到狠人传。 1981年3月8号晚上11点,昆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电话报案,云南纺织厂后边马家营附近的海耿公路上躺着一个受伤的中年男人,伤势很重,送到昆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昆明市公安局接报之后,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立即点齐了一批刑警大队的刑侦和计真人员,赶赴现场。 不久之后,云南省公安厅政府厅长等领导同志,也奉公安部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指示,亲临现场勘察。 出乎警方意料的是,现场除了已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的中年男子之外,在公路路基的水沟里,还发现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 法医检验的结果是,女尸的直接死因是枪伤,腿部和手部中了五枪,腿部的骨头已经被打断,致命伤是腿部大动脉被打断导致的大除血。 上衣口袋里有一张昆明朱宗厂工人刘秀英的工作证,靠近实体附近的公路上,散落着六枚7.62毫米口径不枪子弹弹壳,一辆飞鸽牌28型女士自行车也倒在路边。 法医又赶往昆华医院那边,对中年男性死者也进行了尸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男子的直接死因也是枪伤。 胸部和腿部重担五发,致命伤是左胸心脏被击穿。 上衣口袋里有一张昆明朱宗厂工人车汉光的工作证。 两本工作证,经昆明朱宗厂保卫科证实,车汉光和刘秀英是一对夫妻,都是昆明朱宗厂工人。 厂保卫处干部随后前往现场认识,最终确认这一男一女一对死者正是车汉光和刘秀英。 经过死者家属介绍,3月8号星期天早上8点,车汉光和刘秀英夫妻俩各骑一辆自行车带着4岁的女儿去牛街庄的孩子姥姥姥爷家。 晚上7点离开的时候,把女儿呢,留给姥姥带,随后夫妻俩骑车来到后新街的孩子爷爷奶奶家。 待到晚上9点半左右,俩人离开并且骑车回厂。 可以确认,两个人是在回厂的路上被枪杀的。 家属检查死者遗物时发现,刘秀英左手手腕上戴的双铃牌手表,车汉光左手手腕上戴的广州牌手表,以及车汉光骑的六成新的飞鸽六二行自行车都不见了。 此时警方啊。 哦,天前八星在佛号定期时间,请你早饭去一下。 刚查,以前我工与少知,当发的带你俩七点六二毫米, 按趴你三趴,子弹你才飞人, 应由夫妻军次绑会,号公作队绑匹, 阿,啊,婚姻,阿,婚姻四,毕起高渴,昆明警方也测思, 没有声誉,表现,而即时我,欸,注入两个人, 被这七点六二保费,啊,遇累着傅姻, 极度可能就是像这造案之中被护得涅扬, 于是,三月九号凌晨三点, 云南省公安租昆明市公安局刑击他 关渡辞尊于华局 案发现场已有旨意 昆明协力公安处 以及昆明军区保卫部 炮兵部队保卫处 和丢失枪支的某部保卫部 负责同志 齐聚昆明市公安局连夜开轨 会上了 大家初步达成一致 认为杀害车汉光无缚的枪支 急责责了 就是某一起步被盗的 五六式重组枪 有要依据是两人的尸检报告 以及案发现场群众查访记录 尸检报告表明 死者的重弹 被图是连续重弹 符合冲锋枪的射击弹道科 现场不进去 弄反应 昆明直戏是一时连续的 没有斑铺的枪声 这也符合冲锋枪的射击特别 并且子弹壳上的 三一点七六批号 和某部武器铺被盗走的子弹批号 完全相同 昆明市第二造纸厂职工张斗珍 昆明市棉毯厂职工秦兴贤 马家大队社员杨立仙等七人 在案发时 从不同方向 经过现场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根据他们反应 当时枪声打坐 子弹几乎是贴着他们的脑门飞过 吓得他们不约而同地 就地卧倒 枪响过后十分钟 他们才敢靠近现场 发现一个中年男子 羊躺在公路边 一个中年女子躺在沟里 有一个戴帽子的矮个子 正在翻动中年男子的身体 看到他们走近了 就拉起中年男子的手说 哎 不要装样子了 快起来 走了 杨立仙还反应说 枪声过后 他就看见一个身穿黄色羽衣 头上戴着有五角星军帽的人 骑着自行车 飞快地向昆明市区方向急驰 此案已经不是单纯的倒枪案了 而成了一起倒枪杀人案 因此决定 将三四某部武器库被盗案 和三八车汉光夫妇被枪杀案 并案侦查 由昆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和昆明军区保卫部为主 昆明铁路公安处为辅 组成了联合专案组 对这起案件并案进行侦办 3月9号上午 专案组再度复查了杀人现场 和盗枪现场 在杀人现场 除了又获取了四枚弹壳之外 没有别的发现 在某部武器库现场 经过重新勘查之后 得出结论 罪犯是翻越某部驻地大院的围墙 避开了哨兵 撬开了门锁 进入了武器库 武器库内除了枪支弹药之外 还放着许多干部和战士 存放私人物品的手提包 这些手提包里都有财物 但一个都没有被翻动过 武器库内的所有子弹箱中 只有一箱是7.62毫米步枪子弹 也只有这一箱子弹箱被撬开了 这三条就说明 倒枪的罪犯熟悉某部驻地情况 并且目标很纯粹 就是盗取冲锋枪和子弹 击打可能是部队内部人员作案 不过3月8号 车汉光夫妇被害当时 某部没有人员迈出 因此有极大可能 罪犯至少有两名 而且是部队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 勾结作案 在案情分析会之后啊 专案组对这起病案 作出了以下刻画 第一 三月四号凌晨 部队军械库被盗了枪支和子弹 三月八号晚上九点四十分 车汉光夫妇被枪杀 盗枪在前杀人在后 时间上具有连贯性 第二 现场提取到的十枚弹壳上的批号 和部队被盗的子弹批号相同 因此可以确定 三月八号枪杀车汉光夫妇的凶器 就是三月四号被盗的五六式冲锋枪 第三 现场提取到的弹壳经检查 都是同一支冲锋枪发射的 再加上现场的两辆自行车 被骑走了一辆 说明三月八号 枪杀车汉光夫妇的凶手只有一人 第四 车汉光夫妇的手表都被抢走了 说明三八案的性质是抢劫杀人 但是作案手法呀 不同于一般的先抢劫 等被害者反抗不从财杀人 而他们呢是直接杀人 在取走财物 因此也不能排除 仇杀之后顺手牵羊 拿走手表的可能性 又或者是为了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 第五 三月四号到枪 三月八号用枪杀人 杀人的时候只用了一把枪 说明罪犯在昆明市有落脚点 或者干脆 就是昆明人 第六 杨立先目击到的 带解放军军冒骑自行车的人 很可能就是罪犯 但张斗珍等人 在现场看到的那个 拉着车汉光守的矮个子是谁 也必须查明白 最终决定 从两个途径入手 一方面由部队方面查内部可疑人员 一方面由昆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查销赃渠道 专门针对罪犯可能的销赃行为 查近期是否有人出手二手的手表和自行车 以便顺藤摸瓜发现线索 于是当天晴晨 昆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 就身穿便衣 前往各个可能销赃的市场 进行蹲点守候 上午十点左右 一名侦查员 在当时昆明比较有名的二手货交易点 南墙街茶室蹲点的时候 一个中年人主动凑了上来 轻声地问 要不要手表啊 侦查员反应很快 那拿过来看看 什么表啊 这中年人呢 看周围没人注意 就掏出了一只广州牌手表 要六十元 还有吗 拿出来 我帮你处理 随后这男的又从怀里摸出一块 没表袋的双灵牌手表 并且这只表右侧的表柱 已经丢失 表壳六点钟位置那儿 还有一处破裂 这中年人的解释是 嗨 昨晚上我跟老婆打架 打坏了这表的玻璃 表是我老婆的 这个呀 得要九十块 侦查员当时就表示 同意全部吃尽 但当时身上没带够钱 先付了五十块钱的定金 要求男人先把表留下 约定在当天下午四点半 在大众饭店 交给他剩下的一百块钱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居然呢 还同意了 侦查员获得手表之后 立刻把手表送到刑警大队 专案组把这两块表和其他表混在一起 请车汉光夫妇的亲属 以及朱宗厂的工友们进行识别 确定这两块表就是车汉光夫妇所有的 随后在对这两块表的技术检验中 在双灵牌手表背面发现了细小的血点 经过化验 血型和刘秀英血型一致 于是状案组决定 趁着下午街头付尾款的时候 把这个中年人给抓回来 当天下午四点半 这中年人呢 在大众饭店门口 被几个便衣警察 带回到昆明市公安局 经过审讯 这个中年人是十年四十九岁的 唐正淮 绰号叫老狐狸 曾经啊 是云南重型机械厂的驾驶员 在一九六八年 因不法侵犯多名妇女和少女 一九六九年被常理开除 前送回农村原籍 后来呢 又倒流回到昆明 因为无家无业 就在社会上当起了盲流 根据唐正淮的供认 两块手表是一个贵州人 交给他处理的 经过调查 这个贵州人 是一个劳改释放流窜分子 此人到案之后拒不承认 有卖手表这件事 与此同时 昆明军区保卫部 查处某部战士唐立民 有盗枪嫌疑 在排查唐立民的社会关系时 发现他和昆明铁路局 黄龙山机械修复 通过昆明府农局官渡分局查明 李有明长期矿工 有投机倒靶的强科 并且企图抢劫牛家庄的人民银行储蓄所 3月9号 部队和地方公安 分别控制了唐立民和李有明 但是俩人呢 只承认有普通联系 李有明承认了一些投机倒靶的行为 但是拒不承认又合谋到枪的行为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也只好暂时解除了 对唐立民和李有明的控制 很显然呢 这些人可都不是擅长 专案组随后改变策略 在继续审问贵州人的同时 把老狐狸唐政槐放出来 并且派人暗中监控 看他会去联系事 3月10号 下午5点半 负责监控的小组发回消息 唐政槐正在川门饭店 和一个男青年交谈 唐政槐呀 显得非常惊慌 一再催促年轻人快走的样子 专案组立即命令监控人员 马上收网 把这俩人统统带回来 年轻人是朱宗厂工人 唐建勋 经过询问 唐政槐是他的三叔 因为他长期居无定所 所以唐建勋在当年2月中旬 把唐政槐接到朱宗厂宿舍一起住 当问他3月8号那天在干什么的时候 唐建勋说 那天是星期天 我跟三叔到原同山马 晚上8点多 我们在星火居院门口分开的 三叔单独回厂 我回城 你是不是三叔已经在厂里了 那时候是晚上10点多 3月9号上班回来 就不见三叔了 直到今天才找着他 根据唐建勋的交代 专案组认为 唐政槐在3月8号晚上8点多 和唐建松在修火剧院分开 胡自胡祖宗厂的路上 必然要经过杀人线 根据唐政槐的杜福和行刑速率来估算 唐政槐经过案发现场的时间 正好是车汉光夫妇被枪杀的时间段 但是唐政槐本人始终没有交代这一点 因此专案组认定 唐政槐身上一定还有没说的猫腻 情况可疑 因此专案组在3月10号将唐政槐拘留审查 但审查了两天却毫无进展 3月12号 专案组召开中期案情分析会 会后一致认为对李有明的审查不深不透 需要深入查明3月4号和3月8号 两起案子发生时李有明的行踪去向 对唐政槐的审查不彻底 需要进一步查清3月8号案发时 唐政槐的行踪和两块手表的来路 3月13号上午 一个侦查小组来到昆明铁路局 黄龙山机械修配厂 将李有明带到昆明铁路公安处进行询问 经过反复教育和政策感召 李有明最终在下午4点开了口 供认了在3月3号深夜至3月4号凌晨 在唐立民的李应外合之下 潜入某部军械库 偷盗了五六式冲锋枪一支冲锋枪弹夹六个 半自动步枪乔甲若干 二百多发步枪子弹和一副冲锋枪弹夹背带 这些东西啊 如今都被藏在复兴村的姐夫王天德家 根据李有明的交代 状案组在王天德家 查获了一支枪号为12037531的五六式冲锋枪 以及弹夹213发子弹弹夹包等物品 而被遗弃在马甲巷的飞鸽牌自行车 也由清洁工徐宝珍捡货 并送到了重人派出所 经车汉光夫妇辩认 就是车汉光的那辆自行车 在3月13号晚上 李有明又供认了 他在3月8号晚上9点40分 在马甲营附近的海耿公路上 持冲锋枪射击骑自行车的一男一女 把他们打倒在公路上 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一辆自行车之后 逃离现场 把车骑到市区之后丢弃在司马巷 然后步行回到王天德家主宿 但是对另外一支冲锋枪 和其他被盗子弹的下落 李有明表示完全不知情 李有明 你不老实 李有明顿时就懵了 原来啊 当专案组前往王天德家 起货赃物的时候 还做了王天德的工作 王天德为了撇清自己 揭发了李有明盗窃的 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 和部分弹夹弹药 被藏匿在李有明的女朋友 小平家里边 至此李有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交代了他伙同唐利民盗窃冲锋枪 然后自己持枪杀人的全部过程 为了追求所谓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李有明啊 就决定搞一支冲锋枪 用枪呢来搞一笔大钱 供自己挥霍 为了搞冲锋枪 他与正在某部汽车连服役的 发小唐利民策划倒枪事宜 唐利民摸清了部队岗哨 和枪弹存放情况之后 画了一张驻地营区草图 给李有明 并且约定倒枪得逞之后 就抽时间见面 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三月四号凌晨两点左右 李有明根据唐利民的草图 翻越围墙 潜入某部营区驻地 撬开武器库门锁之后 偷到了两支五六式冲锋枪 八个弹夹 还有半自动步枪弹夹若干个 以及803发子弹 还有半自动步枪桥夹 弹夹背带等等物品 得手之后啊 把这些东西呢 藏在昆明铁路局浑水塘采石厂 自己的女朋友小平家 三月四号至三月八号白天 李有明一直在等候唐利民的消息 但始终见不到唐利民 所以啊 以为唐利民已经被部队审查了 唯恐唐利民被审查供出自己 李有明决定 用冲锋枪 先干一票 来唯唯救赵 把水搅浑 三月八号晚上 他把一支冲锋枪和部分弹药 以及一副弹夹带 从小平家取出 把自己武装了一番 并且戴上了唐利民给的军帽之后 来到了马家营附近的海耿公路上 遇到车汉光刘秀英夫妇 正齐的自行吹一前一后 有远极近 当他们将要到眼前时 李有明突然亮出冲锋枪 冲着两个人扫射了十发子弹 由于距离很近 弹无虚发 夫妇俩呀 各身重五弹 李秀英从车上摔下 倒入路边沟中当场死亡 车汉光从车上摔下 倒在路边身影 李有明随后骑上车汉光的 飞鸽牌自行车逃离现场 但是坚决否认 他抢走了车汉光和李秀英的手表 根据李有明的交代 专案组于3月14号凌晨2点 敲开了小平家的房门 小平啊 还试图包庇李有明呢 矢口否认家里边藏着枪支弹药 侦察员也不跟他废话 三下五除二 把他就靠起来了 随后在小平的屋里 搜出来了 枪号为12034497的五六式冲锋枪 两个冲锋枪弹夹 67个半自动步枪桥夹 还有283发子弹 并以包庇和窝脏的罪名 将小平拘留审查 随后又根据小平的交代 在他家附近女厕所的敦坑里边 搜出了另外一包子弹 一共297发 专案组在分析了李有明的口供之后 认为他的叙述是真的 确实和手表没有关系 随即把抢走手表的嫌疑人 锁定在唐正淮身上 因此迅速提审唐正淮 因为专案组掌握着案发时 唐正淮正好在现场的人证 唐正淮也无可抵赖 最终承认了他在案发时经过现场 看车汉光夫妇倒地之后 他看见夫妻俩手上有手表 就起了歹心了 等李有明逃走之后 唐正淮趁火打劫 掳走了车汉光夫妇的两块手表 在摘车汉光手表时 看见有人走近 这才故意装作叫车汉光 别装样子了 快起来走了 这就糊弄了过去 至于当时他说表是贵州人的 则完全是因为和这个贵州人 有四人恩怨 而蓄意攀咬 那个贵州人在这件事情上 的确是清白的 至此在云南省公安厅 昆明市公安局 昆明铁路公安处 以及厂矿等保卫部门 和广大人民群众 无昼夜的努力之下 三八持枪杀人案 和三四某部 与气魄冲烹枪被盗案 真像他呗 罪犯李有明 以盗窃 抢活枪指挡药 爆炸危险物质罪 物业杀人罪 唐正淮离抢劫罪 李有明的女朋友小平 包庇罪 被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西准逮捕 大案纪史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纪史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啊 咱们来讲述一桩啊 匪夷所思的案件 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东北 吉林辽远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2012年 这一年的12月10号 在东北是天寒地冻啊 冬天呢 吉林省辽园市的一位工人啊 进到热力井管道里边 去维修的时候 一进去就静呆了 这位工人说呀 刚一进去啊 就闻到一股腐臭味 这里边呢 特别的黑 大伙想啊 在地下嘛 他也没灯啊 臭味很浓 说闻着呀 像死耗子的味道 这个工人呢 就打开头灯啊 就原来 好多大伙看到的 工人脑袋上 带着一个那种看照灯 打开这个灯啊 就往前爬 爬着爬着呢 就看见前边有一个东西 像什么呀 像枯树岔子啊 不对 再一看 哎呦 看见一只手 这个工人当时心里边还琢磨呢 谁这么缺德呀 啊 把这塑料模特的手放这儿来 哼 这儿是热力警管道 这不是垃圾池啊 等凑近了 啊 这个探找灯 仔细这么一看 不对 不是塑料的 真是一只人手 已经啊 变成了干湿了 哎呦 这一下子把这个工人吓坏了 赶紧出来 就拨打了报警调 吉林省辽园市公安局 东山分局的民警 第一时间就拨到了县城 民警们下到这个地沟之后啊 也感觉发出 这地沟啊 是又黑又长 空间呢 非常的狭小 里边还有这个供暖的管道 啊 各种各样的管子 还有好多垃圾 是又黑 又暗 又潮湿 又冷 又臭 还有脏 民警们看到这只手的时候 都感觉不出来 这是尸体 为什么呀 说看着呀 就跟树叉子 老木头的那种感觉 恨不得都有点像那种 分雕塑 引警们呢 很快 就发现啊 却不光是一只手 而是一只尸 这只尸体呢 成木乃伊 就已经跟木乃伊差不多了 可是没有头 没有右部 缺少一些身体部件 前胸部 腹部 都已经高度腐烂了 是残缺不全 这时候民警判断 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 好事案 遇到这样恶性案件 不能错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线索 于是民警对地下通道周围的环境 进行了勘查 每一块石头都不放过 甚至每一块石头的缝隙都不放过 可是 勘查的过程 渐斩的非常的困难 这一段地下通道 有一百多米 在这一百多米里边 爬着走啊 零下好几十度啊 又冷 并且没有光源 还滑 都是冰 有的地方呢 还塌陷了 很危险 出事的这一段地下通道呢 宽是一米 高是 零点九米 也就九十公分啊 也就是一个 一岁多 不到两岁的孩子的一个正常身高 不到一米呢 你想一个达人进卷 你哪怕就是在地上爬着走 你也感觉要顶头啊 并且还布满了供暖的管道 只能是一个人爬行通 经过现场的勘查 东山分局的民警推断 这个地方 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应该是从最近的井口 把尸体运进来的 不会是很远的地方弄过来的 而凶手呢 很可能是一名 体格健壮的成年人 要不不太可能说 把尸体抛到这里 这个通道 咱们刚才说了特别的狭窄 两个人呢 没有办法并行通过 那么 很有可能 是一个人作案 那么他作案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常杀人 就分为这么几种嘛 一个是为财 一个是为情 一个是因为有仇 首先呢 民警呢 就排除了 为财的可能性 应该不是钦财 如果是钦财杀人 不会把尸体掩埋得这么隐蔽 现场的勘查 没有办法 有效地继续地 深入开战 于是 东山分局的民警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先把尸体啊 提取出去 挖开地面 继续勘查 因为你不把尸体 提取出去啊 这个现场的这种地理环境 你很难看清 你很难事无巨细的 每一处都查到 另外 如果不把尸体 提取出来 就开始挖开地面 看查 很可能会祸坏尸体的原貌 辽园市呢 是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一个城市 纬度高 冬天冷 发现尸体的时候 正好是这一年里边最冷的季节 零下三十多度 大伙都不愿意出门啊 这时候在这洞土上挖坑 就跟挖钢板似的 你光光在那一顿敲一顿砸 顶多露个小白叶都不带动 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 封存在地下的尸体 也可以说是遗骸 终于是重见天日 第一时间送回了 东山分局的尸检室 与此同时 现场的狠检人员 还对尸体附近管道上的附着物 还有尸体附近的泥土 进行了挖掘和提取 就在尸体附近呢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胸罩 还有呢 一串转运珠 现在很多朋友啊 都喜欢带各式各样的珠子 什么菩提啊 是吧 什么檀木啊 沉香啊 哎 这名死者呢 看来也有这爱好 通过这个红色胸罩 警方判定 死者是女性 你总不能是一个大老爷们啊 五大三粗的带着吧 根据尸体法医进行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三年了 这就给民警们又设下了一道难题啊 有些证据啊 事后调查是比较困难的 更别说已经案发好几年了 此时距离2013年的元旦 只有20来天的时间了 东山分局的每个侦察员呢 都绷紧了神经 一具风干的尸体 在地下封存了三年 并且更加奇怪的是 尸体的一只手 还奋力地指向管道深处 那么管道深处有什么呢 他的这只手 为什么会指向那儿呢 目前来说呀 死者的死因不明 身份不明 尸体来源是哪儿 为什么选择这儿 作为抛石地点 这都是民警脑海之中 最大的疑问 在这个热力管道井头上啊 就上边的地面上 有一条小路 虽然不是主干道吧 但是呢 在案发的时候啊 这儿有新建的厂房 会有很多工人 来来回回上下班经过 并且附近的也有居民区 不少的居民 会来来往往的路过也好啊 来这儿溜的也好啊 所以说这儿啊 总是不断人 那么这个地方 就不是抛石的最佳地点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儿 这个通道 咱们说过了特别狭窄 并且尸体呢 是夹在管道和墙壁中间的 手还向前伸着 为什么是这个姿态 证明尸体呢 不是简简单单的 说找个井口 往下一扔你下去吧你 那样你只会掉到地上 你不会夹到管道和墙壁中间 手也不会是那个姿势 这就证明 一定是凶手把尸体拽着 拖到了这个位置 如此复杂的环境 如此阴暗潮湿的环境 凶手还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 拽着尸体到这儿 还都藏好咯 证明罪犯的心理素质 极其好 除此之外身体素质也好 要像现在很多朋友似的 跑个三百米二百米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 想干这事 门都没有啊 不过不管你身体素质 再怎么好 你不可能拖着尸体走太远吧 在街上拖着尸体 满大街溜达 穿过大街小巷 穿过山河大海是吧 那不可能 见着人还打招呼 你好 你这干什么 没事 刚杀个人 脱个尸体 我把他扔了去 那真没这可能性 所以 案发现场 应该就在附近 为了查清死者的身份 东山分局的民警呢 一方面 开始对案发前三到五年 失踪的女性进行筛查 另一方面呢 继续在 案发现场周围的地下通道里 寻找线索 这地下通道啊 是可以走上来的 它有个很大的坡度啊 斜坡得有四十度五十度的样子 整个斜坡上都结了冰了 侦扎人员呢 是连滚带爬 在这儿整整找了两天的时间 两天之后 有一个令所有人感到兴奋的好消息 因为 在距离第一次发现 一还不远的地下通道里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一架上衣 还有一把菜刀 那么这和女尸案有关联吗 同时 还有一个包裹 民警呢 当时就把这些东西 送回了东山分局 到了东山分局之后 把这包裹液打开黑 一个头颅 还有两个双下肢 经过法医尸检比对 最终证实 这些尸体残肢 还有这头颅 全部属于那名女死者 与此同时啊 有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 浮出水面 而通过这条线索 民警能够清楚地得知 死者因何而死 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 民警啊 发现了断裂的舌骨 通过这个舌骨 法医就初步判断 这个死者呢 是被恶警窒息死亡呢 也就是被掐死的 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身高呢 是在一米六左右 辽园市这个地方啊 人口不少 但是大多数是本地人 外来人口不多 所以呢 要调查失踪人口嘛 也没那么复杂 民警通过失踪人口调查之后 有一个人 进入到里 警方实际 张求警 张乔乔呢 是2009年9月9号 年龄啊 身高啊 都和死者相似 通过清点死者遗物的时候 张乔乔的朋友啊 认出来 死者手指上戴的转运珠 说这就是乔乔的 这转运珠呢 有俩一模一样的 姐姐有一个 她有一个 既然如此 接下来啊 就是提取张乔乔家人的DNA 来进行比对 通过比对 证实死者 就是张乔乔 这一下子 死者身份确定了 侦察员呢 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过程 却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呢 需要解开一个疑问 张乔乔当年 是如何失踪 原本呢 是2009年 9月10号的时候 他呀 要跟他的老板 要出去开会 去趟北京 说到这儿 肯定有朋友就想了 是不是他老板 看上他了 最后 把他强奸了 最后又发生了 杀人的事件 你想多了 他老板 是位女士 姓吴 吴女士 开着一家窗帘店 结果第二天呢 他们约好了 在火车站见面 车票呢 都在张乔乔这儿 第二天 老板就到了火车站了 哎呦 是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着张乔乔 打电话 不急 接着等吧 最后等得 眼瞅着 他们要坐的 那趟火车 人都开走了 还是找不着张乔乔 吴老板 这个屁啊 就来到了张乔乔的家 保冒放海 他的丈夫在 一看见丈夫 乔乔呢 啊 不是说好了 今天要去北京吗 车票在他那儿 车都走了 怎么打电话也不接 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他丈夫一听 不对啊 昨天晚上十二点 我下夜班的时候 乔乔已经出门了呀 第二天才出差 为什么前一天晚上 张乔乔就走了呢 侦察员通过走访 张乔乔的亲友 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 失踪当天晚上 也就是九月九号晚上 张乔乔呢 还在那上网聊天呢 还跟朋友们说 说哎呀 我明天要出差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说我得早睡 就下了线了 跟大伙就拜拜了 十点多还上着网 十二点 她丈夫下班就不见了 是如何失踪的呢 这时候侦察员 想起来 她的丈夫 在报案的时候 好像提过 她会不会和 哪个男性朋友 一起走了 张乔乔这个人呢 性格很开朗 很活泼 很多的朋友 经常是约会 吃饭 唱歌 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 都不少 她的丈夫呢 当过兵 性格很内向 有点少言寡语的 不过别看话少 对张乔乔 以及对张乔乔的父母 那是真好 包括张乔乔 失踪之后 她丈夫还把自己的工资啊 都放在岳父母家呢 吃饭也去 岳父母家吃饭去 报案的时候啊 是非常的伤心 声泪俱下 不过当年 警方接到张乔乔 失踪报案的时候 还是怀疑到了 她的丈夫 哎 张乔乔的失踪 是不是和她的丈夫有关呢 所以第一时间 就赶到了她家 一到她家一看呢 物品摆放整齐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血迹 一切都很正常 同时他们家的孩子呀 一直是放在张乔乔父母家 所以也没人在当场 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清 当时发生了什么 后来呢 侦察员又看张乔乔当时的聊天记录 说得很清楚啊 第二天出差 要起个大早 我得睡觉了 这就证明张乔乔 确实是要休息的 怎么会外出呢 从家里出去 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有紧急的事情 需要出去办 第二种事情 是她非常亲近的人 把她叫了出去 张乔乔失踪之后 谁都没想到 竟然在三年以后 尸体出现在了 供暖的通道里 而这个藏尸的供暖通道 离张乔乔的家也非常的近 侦察员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真相水落石出 那么从哪里着手呢 三年前张乔乔失踪的时候 警方就怀疑她的丈夫孙向辉 三年之后 发现了张乔乔的尸体之后 警方依然怀疑她的丈夫孙向辉 她的丈夫孙向辉呢 是做井下辅助工作 就下井工人 下井工人 一般是非常熟悉井下的环境 而张乔乔又是藏尸在啊 这个地下供暖管道井里边 那么有没有可能 张乔乔的死 是丈夫故意设计的 后来民警啊 通过走访 发现失踪三年以来 丈夫呢还住在她和张乔乔的老房子里 结婚照还挂在床头呢 她一直没有走出 妻子突然失踪的阴影 吃饭的时候啊 就上岳父母家吃饭去 晚上呢 回家睡觉 她家呢离岳父母家也很近 当时买房子就为了离父母近方便点啊 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 走路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 侦察员呢就分析 如果是她的丈夫杀害了她 并且把她藏拾在地下供暖通道里面 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之前呢我们说过 呃什么杀气骗保案 对吧 很多类似的 就是在杀人之前 杀害亲人之前 都会买高额保险 那张乔乔的丈夫孙向辉 是不是也是为了杀气骗保呢 可是一调查呀 没有为张乔乔买过高额保险 这个不成立 案发当天呢 邻居们呢 也没有听到什么打斗争吵的声 要是杀人杀人之前得吵架吧 啊 动手的时候你得有响动吧 没有听到声音 三年之前 警方在她的家里边也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和血迹 所以暂时就排除掉了孙向辉的嫌疑 朋友们都说 说张乔乔这人呢 特别讨人喜欢 会打扮自己 喜欢小娃娃 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 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不也是喜欢毛绒玩具啊 喜欢买那个什么盲壳啊 手办的是吧 大家呢 就都跟乔乔啊 叫卡同人 谁都没想到张乔乔遇害了 更没想到 就躺在他们上下班 平时这个出去逛街买菜的这条路上的地面之下 侦察员判定 第一现场一定是在张乔乔家附近 张乔乔家附近呢 是两栋居民楼靠近一条大马路 附近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老旧的居民楼啊 侦察员立刻对附近的可疑人员进行调查 凡是符合作案时间的 符合作案空间的 来符合这些作案条件的人 都得尽兴深入的巴掘 这时候就遭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就在张乔乔家所住的居民楼的三楼 有一户人家啊 门一直是紧锁的 侦察员去敲过好几回就是不开 后来也想其他办法 假装是这个收水费的 广望望你好收水费 你好收电费 不开 你好检查燃气 不开 说什么也不开 谁也打不开这个门啊 想不到 这一回啊 侦察员们才刚来到人家门墙 刚想敲门 自扭一声 门开了 这一时候 出来一个大板凳 我遇有一个人拿着板凳 当时就把警察打了一板凳 袭警啊 这是啊 后来邻居介绍 说他家呀 四五年不开门 从来不开门 经过调查 住在这三楼的这人呢 叫阿强 四十多岁 一直没结婚 性格非常古怪 古怪到什么程度 跟他一块住的他爸爸 都受不了了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有时候呢 阿强的姐姐过来送饭 说好像是脑子有点问题 四五年不出门 也不让别人进自己家门 那么 这个阿强是什么人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阿强住在张乔乔家 楼下 警方造访又不开门 还出来拿大板凳子 抡警察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阿强啊 一直暗恋 长得很漂亮 很可爱的张乔乔 但是他自卑 不敢表白 这一天呢 正好赶上张乔乔出门 阿强啊 突然有了表白的想法 就跟在后边 乔乔 嫁给我吧 你有病啊 总之 就最后乔乔没答应 并且还呼救 救病啊 有病啊 这一下子刺激了阿强 阿强就把乔乔杀害了 之后呢 装作精神出问题 来逃避警方的调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阿强会不会是凶手 民警立刻集中警力 对阿强 张开调查 通过邻居们呢 就联系上了阿强的家属 后来得知啊 阿强这个人呢 自闭 脾气呢 易怒 暴躁 像易怒暴躁 又有自闭症的患者 特别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病人呢 也极其不配合 警方的调查 非常的不顺利 可这时候 一位惊艳老道的侦察员 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阿强常年不出门 吃完就睡 睡完就吃 身体还有病 看他这个身体条件也不好 病病病痒痒的 他不可能拖着尸体去地沟里边藏尸 抛尸啊 他钻地沟费劲呢 因为啊 之前根据民警的判断 凶手除了身形偏瘦之外 得有体力 因为钻那段地沟有多费劲啊 民警是有体会 后来民警也进入到了阿强的家里 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再加上他的这种身体条件 还有走访亲友的这个反馈 基本上就排除了阿强的作案嫌疑 至此 侦破工作又陷入到了迷茫之中 没有进展 这民警同志心里边啊 他也不是个滋味 其实啊 发现了张乔乔的尸体之后 心里最不是滋味的还是他的父母 当年张乔乔失踪之后 他的母亲就患上了心脏病 父亲呢很少出门 在家里边啊就照顾老伴 照顾外孙子 尸体发现之前 还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就琢磨着 哎呦 瞧瞧是不是跟谁置气了 离家出走了 哪怕后来有一些风言风语 说哎呦 他家瞧瞧啊 准是跟人私奔了 这话多难听啊 这要搁别人哪儿 人不得急了才怪 可是他的父母一听这个 心里也高兴 说那可以啊 人没事就行啊 你爱私奔到哪儿 私奔到哪儿吧 直到后来尸体的发现 他们的希望彻底破 他的父母心里 一直就在想着一个问题 谁才是凶手 而侦破案件的侦察员同志们 心里也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 谁才是凶手 那么谁是凶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个被害人张乔乔的尸体 被挖出来之后 他的父母算是希望彻底破灭了 原来还指望着 哪怕是离家出走了啊 哪怕跟别人私奔了都行 活着就行啊 可现在已经是一具干尸了 侦察员的侦破工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侦察员的心里啊 都急得不行不行的 这一天呢 民警走访之后 正好赶上饭点了 就走进了张乔乔家附近的 一个小餐馆吃饭 这个餐馆的老板说呀 我们呢 在这开店好几年了 之前的 和这张乔乔有过一些交情 民警这时候 发现这饭店老板 有点不正常 对案件特别的关心 恨不得饭都不好好做了 专门就开始 问侦察员同志们 哎呦 前边挖出来那尸体怎么回事啊 男的呀 女的呀 你说是张乔乔 我认识知道有交情 侦察员这时候 就感到一丝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在挖掘尸体的时候 是进行封锁的 外人并不知道 挖出来的是尸体 也和张乔乔的家人说过 你们呢 别跟别人说 别让真正的凶手 知道消息之后 打草惊涉 再来分析这个饭店的老板 他呢 有作案时间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呀 晚上 客人们都走了 关了门了 他就一个人住在这 这老板呢 叫李百卫 别说这名字就是适合 开餐馆的材料 经营餐馆好几年了 很少回家 一直住在这 他的妻子呢 是偶尔过来帮帮忙 平时来的不多 侦察员这一手 就赶紧又找到了 李百卫的妻子 调查情况 可是他妻子说的呀 跟李百卫是完全相反 侦察员跟李百卫的妻子说 你丈夫说呀 你们跟张乔乔 还挺有交情 什么交情啊 没什么交情 没什么关系啊 他呀 偶尔来吃过几回饭 他喜欢吃我家的水煮肉片 那么 李百卫妻子的说法和李百卫 就有了明显的不一样 再通过走访附近邻居 了解到 李百卫的餐馆啊 生意不错 一直是人来人往的 三年之前 也就是张乔乔失踪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李百卫的餐馆呢 莫名其妙的 关过几天门 并且 李百卫的体型 啊 这个 身量都跟警方描述的很接近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百卫经常和妻子分居 结果就喜欢上了楼上的邻居张乔乔 案发当晚呢 比如说是送菜啊 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为名 进入到了张乔乔家企图施暴 结果遭到反抗 一怒之下 把张乔乔杀害 扔进了地下通道 为了掩盖罪行呢 还把张乔乔已经打包好的 准备出差的那些行李 拿走了 制造一个出门假象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李百卫才可能知道 尸体在哪 所以别人不知道 跑出来的是尸体 他知道 可是警方经过后面几天的深入调查 发现李百卫夫妻俩呀 都是本地人 结婚二十多年了 关系非常好 邻里之间 亲友之间 口碑都不错 不像是凶手 失踪之后呢 的确是停业了几天 但是是因为李百卫的母亲重病 回去照顾老人去了 甭管是真是假吧 民警这时候呢 依然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现在啊 距离尸体被发现 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他们怀疑的三个嫌疑人 要么是没证据 要么就是没作案动机 或者没有作案事件 所以呢 基本上也都被排除了 案件又回到原地 从零开始 这时候民警 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张乔乔的丈夫孙向辉 得知他的妻子去世之后 表现非常冷漠 之前节目咱们不是说过吗 张乔乔失踪的时候啊 孙向辉呢 去报警的时候 哎 还跟民警同志 是哭哭啼啼 又哭又喊啊 显得声泪俱下的 可是这一回 妻子的尸体被挖出来了 反而很冷静 说家附近发现妻子尸体 你总得去公安局 没事扫听扫听吧 说哎呀 我爱人的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啊 这凶手找到没找到啊 可他一点这种迹象都没有 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太奇怪了 所以民警又把目光 再次聚焦到了 孙向辉的身上 他们呢 又去到了张乔乔的父母家里 张乔乔的父母说呀 说女儿女婿呢 很早就认识 孙向辉那时候啊 条件不好 所以他们不同意 后来还是乔乔 突然告诉父母说 怀孕了 这家伙 没买票先上了车了 啊 那你也没法中途赶下车了 这又有了新乘客了 这怎么办的 只好答应下来了 孙向辉呢 可能是感觉自己啊 配不上张乔乔 所以结婚之后表现得非常好 对张乔乔呢 也特别疼爱 对老人呢 也特别的好 不过婚后啊 他多了一个毛病 他偷过岳父的钱 他岳父呢 有一张存折 平时就放家里 这孙向辉 那一段时间呢 迷上赌博了 输钱以后啊 就把存折给偷走了 后来取了钱 又却赌下了 把这钱又都输了 这事啊 他的岳父母 包括张乔乔 谁都不知道 直到后来 讨债的上门 还钱 还什么钱啊 他 他赌博了 他欠了钱了 他不还 你说还什么钱啊 大伙这才知道 哎呦 他怎么还耗上赌博了呀 张乔乔这个伤心呢 岳父岳母这个生气呀 于是从那开始 严格控制 孙向辉的私房钱 工资卡呢 平时就放在岳父呢 每天呢 就给他批准个 十块二十块钱的 零花钱额度 购买盒烟的就行了 这样的日子 持续了好几年 每一分的花销 都得经过 妻子的审批 批准之后 这才可以 张乔乔失踪那天晚上 因为第二天 不是要出门吗 就准备了三千块钱 失踪之后啊 钱 身份证 银行卡 还有两部手机 都呼叫 后来民警 就查这张 银行卡的 相关的交易记录 发现在张乔乔 失踪的两个月之后 有人拿着他的银行卡呀 取货五百块钱 取钱的 于是别人 正是孙向辉 那这孙向辉 会因为妻子控制 他的这个花销 最后痛下杀手吗 啊 后来民警再一调查 不应该 为什么呀 孙向辉和张乔乔的儿子 是放在岳父母家抚养的 所以啊 张乔乔失踪之后 孙向辉 还会自觉地 主动地把每个月的工资 上交给岳父 自己只留点生活费 没有任何的间断 如果他真是心疼钱的人啊 说媳妇都不见了 我还如数上交工资 不可能 所以因为钱财 杀害妻子的可能性不大 那他为什么被害之后 就不那么关心 他妻子被害的事呢 跟没事人似了呢 这时候呢 民警又走访了 张乔乔当时打工的 那个窗帘店的老板 吴女士 吴女士这一回说 哎呦 我想起来一个奇怪的是 当时啊 九月份 因为天气还热着呢 我就跟乔乔说 咱们呀 别背大包了 背小包吧 结果第二天 我不是没等着乔乔吗 我不是去他家看看吗 到他家一看呢 大包没有了 可是小包还在 不过小包里的化妆品也没了 所以失踪的有点不正常 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应该是背小包 不背大包了呀 乔乔也答应了呀 这时候民警意识到 凶手知道张乔乔要出差 并且也知道张乔乔平时出去 喜欢背着大包 所以制造了出门的假象 那么这就代表凶手一定是熟人 不过他不知道张乔乔和吴老板的约定 所以啊 制造假象的时候 从小包里边拿出来化妆品 放到大包里边 然后把大盘打走了 张乔乔那天晚上从十点多下网之后 到十二点 他丈夫孙向辉下班回家 中间这一个多小时 到底会是什么人杀害了他 是熟人的话这个熟人是谁 民警又开始多方调查 发现张乔乔呢 接触人员的比较单一 平时出去有交流的 就是玩得特别好的那几个朋友啊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张乔乔生命当中 曾经出现过一个男人 是他的前男友 这前男友啊 跟他丈夫孙向辉 还有点关静 是现任丈夫孙向辉 在哈尔滨当兵时候的战友 姓刘 也是辽原本地人 会晤之后呢 当出租车司机 尽管说 这老刘结婚了 不过平时呢 还是偶尔会有联系 甚至老刘啊 还去窗帘店 找过这个张乔乔 不过张乔乔呢 也不愿意搭理他 那有没有可能啊 是老刘 对于张乔乔被战友巴 抢脚这事儿 一直怀恳在心 贺以豪负 据窗帘店老板 吴女师说 那个姓刘的呀 来店里找乔乔 走过那么一了规 不过看着就是 普通朋友之间的接触 没什么特殊的 并且看出来 乔乔啊 也不喜欢 不想搭理他 而民警再通过调查 老刘那段时间呢 不在辽远 而是在外地打工 老刘的作案嫌疑 似乎又被排除了 在2013年元旦节到来之前 民警同志们 再次来到了张乔乔父母家 话题就集中在了孙向辉身上 这个孙向辉的岳父 乔乔的父亲 可以看出来这老头啊 很理智 他心里很矛盾 既希望把这案子破了 找出来真凶 但是呢 又害怕 最后真凶是自己女婿 可怎么办 后来老头说 我是他一行的笨子 不过 孙向辉说了 说不可能 说我背不动张乔乔 民警当时一听 机灵的一下子 他说什么 背不动张乔乔 这时候民警察觉出来这句话 我问敌 因为大问题 敌是他干的 岳父问起来了 一定会说我们夫妻俩干清这么好 怎么会忍心杀了他呢 是不是 啊 想什么呢 我们还有孩子呢 反正 不管什么理由 一定不会来一句 我背不动他 张乔乔也不是大胖子 怎么又背不动啊 是不是他当时说的时候 一紧张 一秃了嘴 逮什么说什么的 猜者 其实啊 在当时的时候 很多细节上 你看 我们听友们都知道了 我都给大伙讲清楚了 那孙向辉当时 很多细节 他是不知道的 假如不是他干的 你怎么知道 凶手背着尸体出来的呢 他怎么会说出来 这些细节呢 于是民警再次找到孙向辉 把孙向辉带回公安局协助调查 让民警大跌眼镜的是 不知道这回孙向辉怎么这么痛快 直接就交代了 对 就是我杀的 民警当时问他 杀的是谁啊 我媳妇 我也用不着隐瞒杀了 与一般的罪犯不同 一般罪犯上去 且得百般耍赖哪儿吧 狡辩不是吾傲啊 我冤枉 但孙向辉没有 十分的配合 交代了犯罪事实 他说了 三年来啊 我这心里就没平静过 我知道这一天 早晚得来 民警又问他 你怎么杀的 我就下班回去 看他在床上睡觉呢 躲进屋一看见 我就提他身上 掐他脖子 掐死了 杀完之后害怕 我就想起来了 家门口的下水道 我把警口门打开 就把他弄下去了 孙向辉 对杀人事实 共认不护 可让民警感到非常蹊跷的是 外人看来 这夫妻俩恩爱得不得了啊 啊 孙向辉 对这个 张乔乔可以说是 事事顺忠 啊 照顾的 就没那么好的了 工资还如数上交 毫无怨言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他痛下杀手呢 孙向辉说了 当民警 他跟我战友 出过对象 原来孙向辉这人呢 特别小气 是极为小气 小气的 不可思议的那种小气 之所以杀害是怀疑 他妻子对自己不忠 记住 是怀疑 有一回呢 这个张乔乔啊 也是 跟孙向辉说着玩 说有一男的呀 还想跟他认识认识 交交朋友 张乔乔呢 回去就跟孙向辉说了 孙向辉当时嘴上没说啥 可这心里不得劲 是越来越不得劲 为什么呢 张乔乔长得很漂亮 打结婚开始 孙向辉心里就有压力 就担心 妻子有一天 会和别人跑了 抛弃自己 这个张乔乔呢 对丈夫啊 还特别的坦诚啊 说今天 这个跟朋友们 出去吃饭 在座的有一个 男的是谁谁谁 就这种事 都会告诉丈夫 按理说 这放到其他家庭 都不算什么事 对吧 可是 孙向辉小气啊 他当回事啊 他就总会把 妻子的玩笑话 和生活上的 一些巧合 对应起来 后来甚至怀疑 自己的领导 和他的媳妇 有男女关系 年幼 这种长久的猜忌 就让他痛苦不堪 他不是用内向吗 也不说啊 也不言喻 得不到发泄 最终他自己说 是因为内心压抑 所以沉迷赌博 但是我仅代表 我个人表示啊 赌博就是赌博 别扯什么 心理压力造成 反正最后 就是冲动之下 杀害了妻子 其实也不叫冲动之下 他早就有预谋 早就有这想法 只不过09年9月9号 孙向辉知道 妻子第二天要出差 他认为机会来了 他琢磨着 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杀死他 造成他出差 没有回来的假象 孙向辉 最终交代了 所有的犯罪过程 不过只有口固 证据链条不完整 所以后来呢 民警 再次搜查 孙向辉的家 其实他们家呀 三年之前 报失踪的时候 就搜查过了 那么这回 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哎 发现在一个 机脚嘎栏的地方 有一双鞋 鞋上沾着泥 送到渐进中心 一对比 发现鞋上这泥呀 和挖出来尸体的那个 周边的那个泥块 物质是接近的是同一物质 因为这种泥 只会在这个管道井里面出现 它和地面上的 这个泥土物质是不一样的 最终这成了 有力的物证 2013年12月6号 辽元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认定孙向辉 构成杀人罪 但是归案之后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归案后 如实供署犯罪事实 认罪毁罪态度良好 最终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案子是说完了啊 再说两句题外话吧 其实这就是 生活之间的琐碎矛盾 不停的累计 不停的累计 最终爆发了 所酿成的悲剧 夫妻之间的有什么事 别别心里 你说你真怀疑什么事 直接跟妻子说 你说你是不是和男人 有什么关系 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 妻子呢 你就可以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你胡说八道 我让你看看 我昨天都去哪了 我让你看看 我昨天都见了谁了 说清楚了 这不就没事了吗 哎呦 媳妇我错了 明天买烟墙我也交给你了 这不就完了吗 你看很多人哪 一说起来就是羡慕 人谁谁两口子啊 你看人福气 相敬如宾 一辈子没红过脸 没吵过架 你一般呢 是骗你的 他吵架红脸的时候 你也没看见 他要真不是骗你的 真是一辈子 没红过脸 没吵过架 那他们问题就大了 知道吧 人非圣贤 都有脾气 遇到问题了 吵吵闹闹 集市的沟通 就解决掉了 当然了 再回到这个男女 有了婚姻之后的责任问题上 只要你走进婚姻 你就得为家庭负责 为孩子负责 不要沾花惹草啊 这是无论男人女人 都要坚持的底线 再一个 为人不要那么多疑 不要那么小气 现在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 有这样的毛病啊 就自己媳妇啊 哪怕跟男的正常说句话 这都不行 就气得咬牙切齿啊 能够给你脑补出来 后面一百万字的情节 遇上这种人啊 离他远点 我一直认为啊 一对男女 从陌生到相恋 需要的是演员 你看他不是演 这事怎么也不行 从相恋到走进婚姻 需要的是爱 你得真正的爱对方 你才能走进婚姻 而走进婚姻之后 到扶持到老 这一辈子的时间 除了爱之外 更重要的是包容 不光是包容缺点 也要能够包容你们之间 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琐碎的矛盾 说起来这种家庭悲剧 我们今天说的案子 就很像最近几天大家强烈要听的杭州莱女士失踪案 行了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 咱们不多说了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 这个故事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下一个故事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位非常可怜的老太太 2009年北京通州 82岁老人柴玉吉 在自己的家里面被活活饿死了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会被饿死呢 难道说没有办法弄吃的吗 实在不行 没办法出去找吃的吗 没办法让人给送点吃的吗 这位老人呢 自身瘫痪 没有办法下床走路 加上啊 有人把老人房间外边 那个门给反锁上了 最终才酿成了悲剧 您各位听到这儿 可能又会有疑问 那这是孤寡老人吧 平时只有一个人生活 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照顾是真的 但他不是孤寡老人 老人呢 有五个孩子 基本上都成家立业了 有五个孩子老人 是怎么可怜的就饿死了呢 咱们从头来说 柴玉吉老人呢 在年轻的时候 跟丈夫就一起修建了这老宅 这老宅呢 位于同州 现在同州了不得了 城市府中心呢 但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啊 这同州呢 那就是远交了 她和丈夫啊 一共是生了五个孩子 都成家立业 也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了都 照理说 老太太这个年纪了 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可是 这心里边的苦啊 只有老人一个人知道 好些个外人啊 还羡慕老太太呢 你看人家五个孩子 孩子多呀 上了岁数就是好 人家这孩子轮流照顾 这老太太都吃不了亏 零九年四月份一天 同州呢 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毕竟啊 那老宅 已经上了岁数了 这么多年了 年久失修 到处漏雨 老太太的一个孙子呀 就说来看看自己的奶奶了 结果呢 到了这老宅之后 发现这门是锁着的 她也知道 这老太太平时啊 自己出不来 哎呦 怎么把奶奶锁屋里了呀 赶紧呢 她就去找自己的二伯 要来了房间的钥匙 大家呢 把门一推开 嘿哟 那股子臭味啊 一闻到那股腐臭味 大伙心里边一机灵坏事了 老太太很可能出了大事了 但是啊 这几个儿子 看到自己的妈 惨死在老宅里边 一点也不伤心 甚至连一死一死 流两滴眼泪都没有 这一件事 很快就在村子里边 传播起来了 以往啊 羡慕老太太的 这回也不羡慕了 好些个人就说 这老太太呀 就让他们搁几个 联合起来逼死的 也有的乡亲呢 看到老太太的惨状之后 选择报了警 这事啊 得让警察好好管管 警方赶过来之后 经过法医鉴定 老太太属于非正常死亡 如果说生病 那寿终正寝 这算是正常死亡 而老太太的死因呢 是缺乏食物 导致多气管衰竭 换句话来说 打白话说 这就是活活饿死她 一个老太太 那么多孩子 竟然被饿死了 事情真相是什么 孩子们得给一个交代呀 是不是 几兄弟联合起来 把老母亲饿死的呢 通过调查 真相很快呀 水落石出了 要想着弄清楚这一切 咱们还得把时间挽回倒 柴玉及老人和丈夫 当年一共 是养活了这五个孩子 过去老年间 日子过得多苦啊 再苦再难 两口子 绝对不给孩子 缺吃少穿的 哪怕自己吃不上 也得让孩子 能够吃上一口饱饭 等到后来 孩子也长大成人了 夫妻俩呢 生活条件也改善了 又在老宅边上 建了五间房子 有宅基地啊 建了这么五间 这五间呢 就是打算 五兄弟结婚的时候用 一人一间 但是这五兄弟 长大成人以后都在外面 成家立业了 这五间屋子呀 也没人住 这一段时间呢 老两口呢 身子骨也还硬了 这五兄弟呢 彼此之间也请和睦 尽管五兄弟 不住在村子里边 但隔三差五的 就回去 看望看望父母 尤其一到逢年过节了 就他们家热闹 一大家子 人聚在一起 吃吃喝喝 在那儿痛弄快快的 聊天 多好啊 邻居们都羡慕 你看人家有五个儿子呀 老夫妻俩也想着 是啊 之前那些年过得 再苦再累也都值了 你看五个儿子 长大成人 咱们呢 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以养天年了 但是 人总归会老去啊 老夫妻俩 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 尤其 是柴玉吉的丈夫 他的丈夫呢 后来生了一场大病 得了这场大病之后 老两口就琢磨着 咱们呢 得好好想想身后的事了 早日啊 把财产分配好了 避免回头咱们俩走了 这五兄弟之间 伤了和气 为财产打架 也可能呢 是柴玉吉的老伴 预感到什么了 因为毕竟 每个孩子什么样 当爹当妈的 心里边也清楚 提早呢 就做了安排 不过 尽管有安排 在他去世之后 五兄弟 还是为了房子 打了一个 头破血流啊 五兄弟啊 谁都不让谁 一心 只盯着那房子 老爷子 没去世的时候啊 其实就把这 哥五个叫到一块 商量了 最后定下来 一个方案 老五 也就是最小的儿子 负责 赡养父母的 饮食起居 祖宅呢 全部归 老五所有 当时大家呀 对这个安排呢 也没反对 还都签了 自己的名字 房本呢 放老五那儿 大伙也放心 老五 毕竟是最小的弟弟 也是这哥五个里边 最老实的一个 更关键的是 混得是最差的一个 父母啊 在心里边门清 因为老五日子 过得不好 甚至都没有 自己的地方住 这么着 这才让老五 赡养夫妻俩 说白了 也就是让老五这家人 能够跟他们 继续住在祖宅里边 这事儿 按理说 这就算是 完满的解决了 但不久之后 老爷子去世了 可就只剩下柴玉姐 老人一个人了 老伴儿一去世 对于柴老的打击很大 老太太呀 从老伴儿走了之后 很少有乐模样 大部分时候呢 都是一个人默默地 干自己那点农活 唯一让她感觉踏实的 就是那几兄弟呀 哎 关系还算是挺和睦 按照之前协议 只有母亲去世之后 房子的所有权 才需要分配吗 这房子就是老五的呀 但是 在这个过程之中 老五出了大事了 老五出什么事了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老五啊 出了大事了 老五呢 身体也不好 还常年酗酒 抽烟喝酒 什么都占 结果最后啊 岁数不大 倒走在了自己 老母亲前边了 老五这一去世 那之前老爷子 签的那协议 可就不算数了呀 之前是说老五 赡养父母 房子归老五所有 那现在老五没了 剩下的这兄弟四个 可就大吵了一架 这兄弟四个呀 都想要这老宅 这一回吵架 也让这老母亲啊 对几个孩子啊 是感到特别的失望 为什么吵呢 一开始啊 就是因为那房本 房本不是让老五拿着的吗 老五死了之后 这房本就在老五媳妇那了 几兄弟就感觉 这房本让老五媳妇拿着 那是绝对不行的 女人随时可能会改嫁 她是外人呢 柴玉吉呢 就感觉挺生气 柴玉吉也说了 你们呢 先别着急 老五媳妇 真什么时候改嫁了 咱到时候再说房本的事 行不行啊 当八的 求求你们了 行不行啊 这哥几个呢 也没多说什么 但是 这兄弟四个 谁也没放弃这房本 这一段时间过后 这老太太的身体啊 也越来越不好 精神状态也不好 这些年 接二连三的打击 老伴也走了 自己的小儿子也走了 在一个冬天呢 这老太太 因为意外 在外边摔倒了 老人家最怕摔跤啊 摔着一跤 导致再也不能下床 走路了 老太太摔得摊在床上了 摘哥四个 把一枪怒火 全撒到老五媳妇头上了 说好了你们两口子照顾老人 现在老五没了 那照顾我妈就是你的事啊 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啊 老五老实 老五的媳妇啊 也老实 没有满肚子的委屈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哥几个呢 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由头 让老五媳妇赶紧把房本交出来 老五的媳妇人一想 为了这房子 这兄弟几个打成这样了 至于吗 给他们就给他们吧 把房本呢 就给了老大 这老大拿着房本之后 就跟这哥几个 又进行了一次商讨 房子该怎么分配 现在一时半会儿啊 出不了个准主意 哥四个都想要啊 但是呢 这次商讨还是有成果的 第一 就是关于谁照顾老太太的问题 老五应该照顾着 但老五人没了 那么 既然老太太不愿意离开老宅 就商量好了 哥几个轮流 给老母亲做饭 照顾起居 一个人呢 照顾三个月 到时候再换下一个人 就是轮流值班 其中关键的内容是第二点 房子的所有权归谁 现在没商量好 但这房本一直让老大拿着 剩下这哥几个也也不放心 这么着呢 就规定了 谁这三个月照顾母亲 谁就拿着房本 这么一来 暂时啊 就解决了关于老人赡养问题 还有那房本的归属问题 兄弟几个同意之后 又签了新的协议 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其实签这份协议的时候啊 老太太这心呢 就已经凉透了 我呀 含辛茹苦 养大了这么几个儿子 这几个儿子 哪个小时候 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 照顾起来的呀 我对他们不偏不倚呀 哪一个我都那么上心呢 结果等我老了 哦 谁都不愿意养我呀 养我这成了 他们心里边的老大男了 嘿 我也想明白了 要是没有这老房子呀 我估计啊 谁都不管我 这一回风波之后 老人的精神状况 就更不好了 这几兄弟呢 倒是严格按照这协议规定 轮流照顾母亲 就这么着 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直到08年年初 这回啊 该轮着老大照顾母亲了 这时候老二找上大哥了 大哥 我琢磨好了 我呀 拟了一份卖房子的合同 咱们一起把那老房子卖了 也别说这房子以后归谁了 就咱兄弟几个平分了呗 老大一听就火了呀 门也没有啊 我是老大 那这房子以后是我的呀 凭什么平分呢 不能平分 俩人呢 就得了起来 亲兄弟俩呀 为了这老房子 哎呦 打得这个厉害呀 老大毕竟上了点岁数 老二呢 相对年轻力壮点 俩人在冲突过程之中 这老二把自己大哥打得呀 受伤受得还挺重 当时也把警察给招来了 警方啊 从中协调 决定呢 让老二暂时接替老大的班 老大受那么重的伤 那也出不来门了呀 那他怎么照顾老母亲呢 决定让老二暂时照顾 结果呢 老二照顾完了三个月之后 临走的时候啊 把门一锁 就走了 也没跟老三说 他以为老三到了日子了 就会自动去接他的班啊 结果呀 这老三认为 这三月是二哥替大哥照顾的 那接下来三月 才轮着二哥自己了呀 那这三月肯定不用我去呀 那是我二哥的事啊 所幸老三也没去 就这么着 各有各的理由 各有各的借口 老太太也没个手机 也没个电话的 老二门一锁啊 甩手掌柜就走了 老三还指望着 撒月之后再去呢 这老太太呀 就这样被活活的 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咱们也不知道 老太太在弥留之际 到底会想些什么 想起自己的这几个儿子 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啊 老太太的死 明显就是兄弟几个 互相推脱造成的 到这儿 您可能会有疑问 那这也不是故意造成的 也故意饿死老太太呀 这会涉及到刑事处罚吗 他们的行为呀 已经涉嫌已弃罪了 在庭审现场 这哥几个呀 还各说各的理由 谁也不让着谁 最后呢 哥几个把矛头 就对准了老二 但是法官呢 不完全这么认为 老大的伤呢 说是不轻 但也没那么重 恢复一个月之后 那就完全痊愈了 完全有能力去照顾母亲了 但是他没去 老二呢 就甭说了 锁门就走了 老三呢 属于明显的推脱 难道说三个月结束之后 他没责任去照顾母亲了 知道老二到了三个月的日子了 怎么就不上心 哪怕多问上那么一嘴 也不至于是最后这个结果呀 最终啊 老大老二老三 都因为一气岁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至于老四呢 相对来说 跟他那三个哥哥来说啊 算是幸运的 因为案发的时候 不在他的照顾周期之内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道德层面来说 老母亲瘫痪在床 他心安理得不闻不问 尽管免于刑事处罚 但是未来 每每想起自己的老母亲 他会不会也寝食难安呢 对于这几兄弟来说呀 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吧 行了 这个事就给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最安始路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陕西咸阳啊 有一个八岁的少女 叫毛毛 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从小毛毛呢 就生活在父母感情不和的 这种阴影之下 爸爸妈妈 可以说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毛毛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 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在毛毛的印象里 甭管怎么吵架 只要有爸爸妈妈在 那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可就在他放学后的某一天 爸爸妈妈还在争吵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爸爸妈妈 吵的最后一次 不久之后 夫妻二人呢 决定协议离婚 离婚之后 毛毛被判给了妈妈 爸爸每个月呀 需要按时交抚养费 起初的几个月 毛毛的爸爸 抚养费会很及时地打过来 可过了几个月之后啊 毛毛的爸爸呢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毛毛的妈妈 带着年仅八岁的毛毛 生活得一场艰难 毛毛虽然知道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 但万万没想到 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从这儿以后 毛毛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了 而毛毛的妈妈 没有了经济来源 出于无奈 只能带着毛毛改嫁给了 比他大十多岁 并且有些残疾的王强 王强这人呢 平时不爱说话 而毛毛妈妈也只不过 就是想找一个 打伙过日子的人 俩人将就着 也就过在一起了 王强小时候啊 因为车祸 断了一条手臂 从此落下了残疾 残疾之后的王强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很少和人交流了 王强父亲呢 曾是村里的干部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可没想到 到了王强这一辈 竟然过得穷困潦倒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强一直没找着媳妇 虽然毛毛的妈妈是二婚 还带了一个孩子 但是乡亲们都觉得 以王强的条件 这已经很好了 在大家看来 王强人到中年娶了媳妇 应该被家珍惜才对啊 但王强和毛毛的妈妈呀 却一直是不冷不热的 毛毛妈妈 心里对于这次婚姻 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而毛毛跟着妈妈 改嫁到继父家之后 性格上呢 也变得更加封闭了 王强虽然性格孤僻 可他对毛毛 却异常地关心 从来不和毛毛妈妈交流的 他经常出入毛毛的房间 毛毛的妈妈 看王强关心自己的女儿 也就决定跟他过下去吧 毛毛起初啊 对于王强的亲近 非常的抗拒 但王强时不时地 就给他的零花钱 还给毛毛买一些零食水果之类的 一来二去的 毛毛对这个继父 也就放下了防备 毛毛开始和继父王强亲近起来 妈妈呢 看见俩人关系破冰了 心里也高兴啊 时间一长 王强啊 和毛毛妈妈的交流 就越来越少 反而一有空 就去毛毛的房间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 毛毛妈妈还不知道 危险 正在一步步地向毛毛逼近 就这样 一眨眼 可就过去了四年的时间 一天中午 毛毛妈妈做好了饭 等着毛毛回家 可怎么也等不到人 急得他呀 满村子的找孩子 但是乡亲们都没看到毛毛的身影 急坏了的毛毛妈妈赶紧报了警 并且联系了前夫刘某 一直没有阴信的刘某 在听到女儿失踪之后 也赶到了毛毛所在的村子 民警们赶过来之后 就询问毛毛妈妈 你对孩子有没有打骂过呀 毛毛妈妈呢 激动地对民警说 没有 毛毛一直特别听话 我对他很少打骂 民警根据妈妈提供的消息 排除了毛毛自己离家出走的可能性 可对于毛毛的去向还是一头雾水 就在毛毛失踪之后的第三天 民警接到了一个推土机司机的电话 司机声称自己有重大发现 这名推土机司机是王强找来的 王强啊 以怕人掉下去的名义 要把村头的一口水井田上 他神情很慌张 非常的着急 并且跟司机说了 你只要把水井田上试成之后 我给你五十块钱 司机来之前 就听说村里啊 丢了孩子了 这会儿王强又着急把水井田上 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司机呢 就留了一个心眼 趁机给民警打来电话 民警很快就到了现场 对现场进行搜捕 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在水井里边 唠叨了失踪的毛毛 警方立即将王强逮捕 面对着确凿的证据 王强也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 原来 王强对毛毛 一直没安好心 在毛毛小的时候 他就给毛毛看一些 少而不宜的视频和图片 趁机猥亵毛毛 王强对毛毛的猥亵 长达两年之久 毛毛的妈妈 看到王强对毛毛所谓的关心 其实都是王强的伪装 随着毛毛一天天长大 毛毛意识到 继父对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就开始一次次的抗拒 而王强杀害毛毛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毛毛拒绝了他的猥亵 王强看着挣扎着的毛毛 随手拿起了手边的木棍 朝着毛毛的头上 就打了过去 很快 毛毛就晕了过去 这时的王强 害怕事情暴露 就把毛毛呢 装进了袋子里 扔进了村头的水井里 原本只是晕了过去的毛毛 被扔进去之后 因为溺水身亡 此时的毛毛 只有十二岁啊 毛毛妈妈听到这些之后 悲痛欲绝 没有想到 自己带着孩子改嫁 却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她更没想到的是 平时不言不语的王强 居然是个这么猥琐恶毒的人 最终法庭依法宣判 王强因犯故意杀人罪 和强奸幼女罪 恕罪并罚 除以死刑 立即执行 在法庭上 被判处死刑的王强 脸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木讷 她没有表现出 丝毫的忏悔和歉意 好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观看和订阅 我们明天见